成语总复习 而不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八拜之交 典故说明 元代王石府西乡记是根据唐代原证 阴阴传一名会真记改写铺陈而成的杂句 内容是写张君瑞与崔阴阴的恋爱故事和阴阴传 不同的是结局是完满团圆 典缘这里节路的是张君瑞第一次出场 向观众所做的自我介绍 叙述他在赴京赶考图中 陆京和中府图观 是老友杜鹊所镇守的地方 在当年还是童俊同学时 两人曾结拜为异性兄弟的好朋友 古时候因为对父职被虚行八拜礼 所以朋友若相交亲密如同手足 经过约定 互视对方父职如同自己的亲人 即可称为八拜之交 后来八拜之交可能就是出自此处 被用来只结拜为异性兄弟姐妹的朋友 今天学会 八拜之交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八面玲珑 典故说明 卢伦是中堂诗人 大力年间 卢伦在长安与寒红 前起 司空属 集中福 耿惠 夏侯省 崔洞 苗发 李端等人交由惆怅 好为大力时才子 其中以卢伦才华最为出色 卢伦虽有诗名 科举之路却不顺利 屡试不定 后来他得到宰相远载 王静的赏试推荐 终于踏上试图 他的诗歌创作主要承袭盛堂 五七律转位淡雅 古诗则剑驱铺成立枣 安史之乱后 偶有感慨 也多着墨于战后 荒芜的景物描写 及悲叹个人际遇的坎坷 德宗之时 发生诸子之乱 卢伦任何终结度时 诸军行营兵马赴元帅 赛外的军旅生活 使得卢伦的诗风转位粗犷豪访 此时期的作品 如赛夏区等 风格康台 广为人所传颂 在赴的彭祖楼 宋阳宗德归徐周末 诗中 卢伦描写彭祖楼的环境 称他四面八方都有宽大的窗户 所以室内光线十分充足 洁净明亮的直逼仙境 因为八面都透光 所以称作八面玲珑 后来演变成一个成语 用来形容人言行手段 十分巧妙 处世圆容 今天学会八面玲珑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二法门 玲珑说明 不二不是两个极端 也就是唯一绝对的 法门 只修行者所从入的门境 不二法门 就是到达绝对真理的方法 在唯摩截所说经卷中 叙述众菩萨阐述各自对入 不二法门的见解 最后大家问文书施力菩萨的看法 文书菩萨认为 不二法门就是不可用言语说明的 无法用意念去体会的 无法问答的 后来文书菩萨转问唯摩截的意见 唯摩截漠然 一句话不说 文书菩萨看了有所体会的说 善哉 善哉 原来真正的不二法门是不需要文字 语言来形容的 后来不二法门成为一句成语 除佛经缘有意思外 经常是用来指唯一的方法或途径 今天学会不二法门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入狐血 咽得胡子 典故说明 班超是东汉名将 为班彪之子 班固之地 他年轻的时候 头比从容跟随车都为 豆顾与匈奴打仗 建立了许多战功 后来豆顾派班超出史西域 来到了善善国 善善国王对于班超一行人 本来十分礼遇但过了一段时间却明显的冷淡起来 班超对这种情形感到不解 暗中探听的结果原来是匈奴也派了使者前来笼络善善善国王 使善善国王的新产生动摇 班超立刻召集所有的部署36人 趁酒憨时候激怒大家说到 不探索老虎的巢穴就不能捉到小老虎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趁夜里火攻匈奴使者 使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一定会大惊恐 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掉 这样一来善善国王才会害怕 士工可以成立 所有人都赞成班超的建议 于是当天夜里班超率领历士攻入匈奴使者的营地 班超亲手就杀了三人 把匈奴的使者以及副使都杀了善善国王下的魂不附体 终于愿意归顺汉朝 后来不入虎穴烟的胡子 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比喻想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深入冒险 今天学会不入虎穴烟的胡子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毛之地 典故说明 据公扬传宣宫十二年 在春秋时候储庄王英正国有二薪 而率领大军家以讨伐 陈破之日 储君开进正国城郭大门 正国国军乡公 在接口会接庄王 向储庄王请罪 并且请求储庄王可怜他这个战败之人 赐给他一块不毛之地 好让他和一些老人们去安度残年 储庄王英建政乡公有心悦臣服的意思 因此就退兵而去 不毛之地就是直接摘字典元的一个成语 用于指尖印极薄 不是种植五谷的土地 后则用来犯指荒凉贫瘠的土地 今天学会不毛之地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可一世 典故说明 根据宋代罗戴金撰写的赫林玉露 记载 王安石年少时狂傲自满 以为无人能及 他曾经带着名片跟门求见理学家周敦仪 结果一连三次都被拒绝在门外 王安石因此满怀怨恨 不再上门求见 作者罗戴金认为 周敦仪想错王安石的锐气 没有什么不对 但一连拒绝三次是过分了些 假使王安石能跟随周敦仪学习 矫正偏颇的观念 就不会有凡科扰明的心法产生 不可一世就是直接摘字典元的一个成语 用来指人交恒字大 目空一切 以为他人无语伦比 今天学会不可一世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典故说明 不可思议 唯摩洁说经 唯摇晴时揪摩罗时所义 约在魏晋时代传入中国 颇受知识分子的欢迎 全经共三卷 分为十四品 内容主要记述 唯摩洁居士的言语行为 并宣扬大成佛教在家修行 及能成佛的理论 而经中唯摩洁居士的神通机制 亦透过此经展露无遗 有一次 唯摩洁在自己的居所讲道 并请来三百二十万宝座 功得到菩萨安座 那些宝座华美无比 而且又高又大 看来并非小小的空间可以容纳 没想到这些宝座从天而降时 原来小小的房子就好像也变大了 三百二十万个宝座 至于其间一点都不显得拥挤 唯摩洁解释着说 在诸佛与菩萨中 有一种解脱法门叫做不可思议 在此境界者 无需将任何事物放大或缩小 便可使高大的须弥山容纳于 小小的界子中 所以能如此 乃因一切法空 所有现象本无实体 未虚幻之存在 虚弥山的大并非真有 界子的小异未虚幻 是以界子能容虚弥山 一切种法绝不相爱 唯摩洁居士透过乌纳宝座 这样神奇的掩饰 揭示了修行的途径 也就是必须直观一切法的真相 才能证悟真理 而此境地是神庙不可言喻的 也就是不思议解脱法门 后来不可思议演变为成语 用来比喻出乎常情 令人无法想象 难以理解 今天学会不可思议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可就要 典故说明 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 采集从周初至春秋中夜五百年间的歌谣作品和宗庙乐章 分为风 雅 宋三大类 雅又分大雅 小雅 大雅 收诗三十一篇 多位王室贵族雅正的乐歌 大雅版 这首诗内容是假借劝告同事 事实上是用来劝借君王 其中一段 上天正为害无道 不要还沉迷在快乐中而不自知 我是很诚恳的 并不是因为年老头脑不清楚才对你们说这些话 而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却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 还用戏弄掉笑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歹毒的坏事做多了 就像病得很重的人没有要可以救治 后来诗中的不可救药演变为成语 就用来比喻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今天学会不可救药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共戴天 典故说明 不共戴天这句成语原本的意思就是不和仇人顶着同样的天 天只有一个所以也就是不和仇人共存于世间的意思 什么样的仇人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呢 礼记区里有一段话说 杀害父亲的仇人 我不应和他共处于世间 在路上遇到杀害兄弟的仇人 不必等回家拿兵器 就应该直接上前报复 如果是杀害朋友的仇人 我不应该和他同国传统的儒家是很讲究礼的 在礼的观念中 对父母要尽孝 对兄弟要有爱 对朋友要存意 这是为人的基本 所以一个人是非观念要分明 要以直抱怨 父母既是我们在世上最轻的人 遇到杀父仇人 岂有轻饶的道理 想尽办法也要报仇 否则为人子女就是不孝 也就是不合理了 这正是为何 屈里说父知仇 福与共戴天的理由了 这种观念在礼祭坛宫上 也提到 有父母知仇要报的人 是要请山整干的 山草的意思 干事盾也就是兵器的意思 也就是为报父母知仇 为人子女要处心积虑 睡不能安寝 随时准备兵器 等待机会 所以不共戴天原本是古代儒家 及报复仇仪式的观念 来宣扬对父母知孝的重要 后来演变成一句成语 比喻对人仇恨极深 今天学会不共戴天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合时宜 典故说明 西汉末年 由于国事衰弱 社会紊乱 加上陈帝喜好鬼神之说 又无子嗣 因此宠信方式 其中一名方式 甘中可 柔和黄老道学 与儒家称伟之说 炸造 天官吏 包园太平经 因汉帝自认属火德 甘中可便假托到 教真人赤金子 说汉家逢天帝之大宗 当更受命于天 以至天下太平 永固汉室之统治 甘中可后 因干预朝政 遭弹劾而被诛杀 但他的弟子 夏赫良等人 人密传其道 他的方术 仍然盛行于贵族间 臣帝崩厚 继位的埃帝也好辞道 夏赫良等人 仍以赤金子的名义 说汉室国运终衰 建议埃帝改元一号 并增加漏件上的刻度 可拥保国家的安定 埃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夏赵以建平二年 为太初元江元年 改号为成圣刘太平皇帝 陋客以百二十位度 但二个月后 埃帝建毫无成效 又发了一道赵令 自成悟性方式之言 做了些不符时事 所宜的事 因此收回成命 并将夏赫良等人 发肩问斩 不合时宜 就是直接摘字典元的 一个成语 用于表示不符合时事 屈上 今天学会不合时宜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同反响 典故说明 不同反响点缘作 非反响 非 不同也 唐代道士 成太虚的这首 树玉拳 诗 描写瀑布 由高处飞泻而下 注入山谷 发出的声音 就像万千颗明珠 落入玉盘时 一样清脆响亮 其中以天然一曲 非反响一句 来形容瀑布的流水声 像是一首天然 而不平凡的音乐 后来不同反响 这句成语 可能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指特出 不平凡的人或事物 大多用在文学 艺术作品 或是人的谈吐方面 今天学会不同反响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求圣洁 典故说明 陶前 一名冤名 自原谅 东径巡洋柴桑人 为晋朝大司马陶侃的曾孙 虽然有显赫的家世背景 但因其世代为官清廉 故传至陶前时已是家道中落 生活困苦 陶前也曾几次做官 先后担任祭酒 参军等职务 41岁时还当过彭泽令 但只做了80多天 便应不肯穿着整齐去迎接都游 而辞官归隐 陶前个性放任旷达 自然率真 曾做五六先生船 一文来比喻自己 文中说五六先生的个性沉默少言 不爱好荣华富贵 喜欢读书 但只求以理上的了解 不过度钻研字句的解释 每次读书只要读到有心领神会的地方 便会高兴的忘了吃饭 又说五六先生喜欢喝酒 但因为家里贫穷 没办法常买酒喝 于是邻居或亲朋好友 常常买酒招待他 他也不搅柔造作 总是喝到鸣鼎大醉才回家 虽然家里贫穷 他总能自得其乐 常常写文章来表明自己的志向 不把人世间的名利得施放在心上 除了此篇文章外 陶前著名的作品上有 《归原田居》 《桃花原记》 《归去了来此》等 每一篇文章都说明他热爱田园生活 和不愿与当时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感情 后来陶前描述自己读书态度的不求甚解 被视为一句成语 用来只读书着重理解一理 而不过度钻研字句上的解释 亦转用来形容学习或工作的态度 不认真 只求略懂皮毛而不深入理解 今天学会不求甚解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见经传 典故说明 不见经传原作不见书传 经传书传都是典籍的代称 不见书传即是只从未出现于文献记载中 在实际里就有这种用法 众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众弟子的身世 取材自古籍文献 孔子逃离满天下 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 但并非每个都像言回 子路 子游 子夏等那么有名 可以在文献里找到相关的生平资料 有不少人是不见于书传中 生平不详 只好将他们列在后面 后来不见书传便为不见经传 较早的书正如送红麦容摘三笔卷一三 在书博古图考诸前代 书一知名不见经传意思是说 在以往众多点集中 都没出现过书一这个名字 后来不见经传就被用来比喻没有名气 易用于比喻缺乏根据没有来历 如这种说法不见经传 恐是作者自创的吧 今天学会不见经传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言而喻 典故说明 根据孟子靖心上记载 孟子认为君子的自然本性 无论是处于富贵或是穷困之中 都不会改变 因为人 义 理 智这些内在的道德早就生殖于心 自然流露 而使他面色润则 背部充盈 这人 义 理 智之道当然也施行道手足四肢 由于这人 义 理 智之道充沛流行于人的手足四肢 因此人们的动静形只无不终结合宜 因此即使不加说明 旁人也能了解并感受到他的君子风范与所受到的熏陶 后来不言而喻演变为成语 用来只是太明显 不呆说明即可小悟 今天学会不言而喻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足挂齿 典故说明 孰孙通本是情二世胡亥的士兆博士 后来归汉 曾说服汉高祖制定礼仪 才鼓励与秦仪杂用汉朝的朝妙典礼 多由其制定 孰孙通为人鸡变 有人认为他华快卑鄙 也有人以他为适时误者 在史记 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成圣起兵山东之后 消息传到朝廷 胡亥便召集众儒生们 问他们应该如何处置 儒生们便据实回答 说人成不准拥有兵士 现在成圣起兵 就是谋反 其最当初胡亥听了之后很不高兴 认为这些儒生们是在指责他治国无方 才会导致成圣叛变 孰孙通看到胡亥变了脸色 心想不妙 便赶紧上前说道 你们都说错了 今日天下已经统一 且皇帝英明 领导友方 让人人团结一心 怎么有人胆敢造反呢 成圣他们只是一群强盗流氓罢了 各地郡守正在追捕他们 抓到之后就依法论罪 不值得把他们放在嘴里来讨论啊 胡亥听了孰孙通的话以后十分高兴 便厚赏孰孙通 后来史记原文之和族制之耻牙显眼变成不足挂齿 这句成语指人或事物轻微不值得一提 今天学会不足挂齿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屈不挠 典故说明 先秦儒家以孔子孟子徐子为代表 在徐子书中记载了一段孔子与门下弟子子贡的对话 子贡问 为什么君子重视玉而轻视名呢 难道是因为玉少而名多吗 孔子答道 诶 四啊 这是什么话呢 君子怎么会因为数量多就轻视 数量少就看重呢 君子重视玉石是因为玉石可拿来比拟君子的品德 玉石温润而有光泽就好像人 坚固而有纹理 好比智 刚强不屈就好像义 有冷脚却不会割伤人 好比有德行的人 即使折断他也不会弯曲 就像有 玉的瑕疵都显露于外 便是诚信 敲打玉石 声音清脆远扬 就像美好的言词 所以即使明有鲜艳的花纹 也比不上玉石的洁白明亮 这便是君子重视玉石的原因啊 后来这里的折耳不饶眼变成不屈不挠 这句成语用来指意至坚毅不肯屈服 今天学会不屈不挠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知所云 典故说明 不知所云就是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本来是自迁讲的很杂乱 缺乏条理 后来多用于贬义 形容言语模糊或内容空洞 诸葛亮 西元181234 自孔明 三国属汉狼牙俊阳兜人 毕乱荆州 刘备三访其卢乃出 为人足智多谋 忠心耿耿 曾拜曹操于赤壁 左定一州 始属于为无臣顶足之事 刘备莫辅助后主流禅 风无相侯 志在公卫以赴中原 乃东和孙权 南平梦获 与卫长期征战 后鞠躬尽瘁 促于军中 嗜好中午 诸葛亮出师讨伐未前 曾撰写 出师表 给后主流禅 劝戒他要清静贤人 远离小人 并且体力自省 文末诸葛亮写到 今当远离 领表替气 不知所云 意思就是我诸葛亮将要出征 心情激动 意识之间替泪直流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而在三国志卷三五 属书诸葛亮传中 此处则作不知所言 后来不知所云 这句成语被用来形容 言语模糊或内容空洞 无法得知意指为何 今天学会不知所云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知所措 典故说明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思想家 是第一个提出国父兵强理论的人 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领域 都有卓著的建树 也被奉为法家之祖 他辅佐其还公 使他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还公尊为重父 管子、一书是他的思想代表作 在《七成七主》篇中 评论七种国君和七种臣子行为的得失 说明君主治国的态度和方法 在在影响了臣子和人民的行为 其中提到一种善做微服的暴君 喜怒无常 动辄严厉至罪而杀人 绝不宽赦 那么臣子就会震惊而不知如何是好 君主若不及时觉悟 则国家的法度日渐衰败 国家也就不再安定了 后来不知所措 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形容人惶恐不安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也有人以为这句成语是从 《论语子录》中 孔子所说的刑罚不忠 则明无所措手足演变而来 一个国家不行礼乐 刑罚不公平 人民当然无所适从 不知所措了 论语 原文中的错 就是错的通假字 今天学会不知所措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约而同 典故说明 据史记卷一一二平金侯 主妇列传主妇演 在汉武帝时 朝中两位大臣 延安和徐勒尚书 文中对秦朝的灭亡有所评论 他们认为秦始皇在取得政权后 不但没有体恤民情 与民休息 反而好大喜功 不断发动战争 造成社会更加不安定 赋税更加的沉重 民不聊生 尸骨遍地 于是在秦始皇死后 天下群雄并起 纷纷领兵抗秦 而这些豪杰之士 其实原只是一般的平凡百姓 非王公贵族之后 没有任何权势 也没有精良武器 这些人之所以不谋而聚起 不约而同会 是因为秦的苛政使民心思变 叛军的胜利完全是时势所趋 此处不谋而聚起 不约而同会 只没有事先商量就一起行动 没有事先约定就一起会合 后来不约而同 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指彼此并未事先约定 而意见或行为却相同 今天学会不约而同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苟言小 典故说明 《礼记》是一本技术古代礼仪的书籍 其中的《驱礼》 偏是讲述日常生活所应做到的小节 有一段就是在教导为人子女者与父母相处时的礼节 在家礼时不能处在尊贵的西南方 座位时不能坐在正中 行走时不能走在中间 站立时不能在门中央 举行响礼时不能做主人 需由父母决定 祭祀时不能做受祭的诗 以免接受父母的祭拜 即使父母不在身边也要听从父母的话 父母不在眼前也要像他们在左右一样 不登上高处 不走到深谷边 不去从事危险的活动 不要让父母担心 也不随便毁谤人 不随便嬉笑 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 谨守本分 后来不苟言笑 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只不随便谈笑 态度严肃 今天学会不苟言笑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修蝙蝠 典故说明 修饰蝙蝠圆 只修整不薄边缘 使它变得整齐 在点缘中用来比喻 讲究衣式仪容或形式小节 王莽兵败后 马云归父拒的龙溪的伟霄 为其效力 这时公孙树在属的自立为王 于是伟霄派马云去探查公孙树的实力 他和公孙树是同乡老友 以为见面后会和前从一样 亲切的闲话家常 没想到公孙树以接待臣子的礼仪来接见他 还要任命他为封侯大将军 马云看到这种情形 就对那些愿意留下的宾客说 现在天下胜负未定 公孙树不知殷勤的求取贤士 和他们一起图谋争夺天下 反而讲究衣式仪容和形式小节 这和土 木做成的偶像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的人怎能长久留住天下贤士 因而告辞回去 告诉伟霄说 公孙树这个人的眼光像井底之蛙一样狭小 又自以为了不起 你不如专心的对付东方的刘秀 后来不修蝙蝠这句成语就从修饰蝙蝠演变而来 语意转化成相反的意思 用来形容不讲究衣式仪容或不拘形式小节 今天学会不修蝙蝠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伦不类 典故说明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 就题为子下弟子公羊高所传 是专为解释孔子的春秋所作的 后世有许多学者为支柱书迅古 其中所记载的内容 亦经常被文人家以引用讨论 在春秋昭公十九年 中有许世子指示其军时这样的记载 当时许道公得了虐疾 喝了太子许子所浸的药之后就死了 关于这个世字的解释 各家说法不一 有的人认为浸药本是医官的职责 太子亲自浸药必别有居心 另一派人则认为虐疾不是绝症 致虐疾的药也不会致人于死 太子所浸的药必有问题 所以才说是太子是父 刘知己认为宫阳高是为了张显 同是孔子门人的乐政子春的德行 所以扭曲事实加以解说 栗子举的不对 罪名也定的太过牵强 没有达到原本张显乐政子春孝行的用意 反而变得十分可笑 后来不伦不类这句成语 就从刘知己史通中的鞭刺不伦 比喻非类演变成用来形容事物不成体统 今天学会不伦不类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迟下问 典故说明 据《论语公也长》记载 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 共觉得孔宇生前的为人 不适合取文这个嗜好 因为他并不温文儒雅 于是问孔子说 孔宇为什么会有文这个嗜好 孔子认为文可以做另一种解释 因此回答说 他天资聪颖又好学 即使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求教 也不会感到羞耻 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给他文这个嗜好了 后来原文中的不持下问就用来比喻 不以向身份较低为 或是学问教自己浅漏的人求教 为修持 今天学会不止下问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时之虚 典故说明 不时之虚原作不时之虚 鉴于宋代大文豪苏氏的后赤必赴 北宋神宗朝 苏氏遭人诬陷获罪 被贬折至黄州 京湖北省黄岗县 在此期间 苏氏常四处游览 曾两次游于城外的赤壁基 并将此地誉为三国古战场赤壁 借以星巴斯古之幽秦 写下传颂千古的 前赤必赴 与后赤必赴 前赤必赴 写于秋季 文中借素萨之景 抒发府京追袭的感慨 后赤必赴 坐于冬季 文中则借沧桑 景物抒发胸中 悲凉之意 不时之虚意语 即见于后赤必赴 文中描述 苏氏与两位好友 在夜间漫步 举头见到月色美好 于是起了九星 其中一位友人 正巧有伪先于 可以下酒 苏氏便信冲冲地 回家向妻子要酒 他的妻子说 我有豆酒 藏之酒意 以呆子不时之虚 意思是说 我早就藏了好酒 好让你随时取用 后来不时之虚 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只随时地虚用 另一位宋代文人王直的 论利明杂子 奸丝不续俊献 故常有不时之虚 稍缓则服席纷纷 逼切则急于心火 其中兼司为宋代职官名 负责监察地方属利 这整句话的意思是 兼司不知体恤地方 会随时提出需求 并强迫地方配合 地方若不能及时因应 就会遭到纠举弹劾 不时之虚 在此则只随时提出 让人无法预料的需求 今天学会不时之虚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假思索 典故说明 宋人黄涵在写给好友的一封回信中 提到他细读中庸 一书的心得 大义是 中庸 是子私子在家学中 完全了解如道的本末原流之后 才写成的一本书 书中详尽产发了 圣贤之道的底细 全书从戒具警读 心怀警戒恐惧 谨守圣读之道 讲起 接着谈到智人永三达德 最后已成字作结 所谓戒具警读 既不避免抢费力 也不用思考探求 一念之间 立刻就能体会各种争议 初学的人果能勤奋谢的奉行把持 便得以完整保全上天赋予的本性 至于所谓智人永三德 以及诚之一字 只要加上讲学力行的功夫 也就不难融会贯通了 不假思索就是直接摘字信中的一个成语 用于表示不经过思考探求 立即做出反应 今天学会不假思索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动声色 典故说明 不动声色原作不发声色 韩玉是唐代文学家 他精通六经百家 崇尚儒学 排斥佛老 文章气势宏伟 荣慧古今 自成一家 为后世 至古文者 所取法 他因为学高士广 曾任国子博士 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大学教授 颇付盛名 当时的中书令许国公赠予太尉 韩公神道碑 请韩玉代为撰写碑名 韩玉在碑名中写到太尉 韩公为人处事的特点 与人保持距离 不和任何人嬉笑清静 所以他只要亦有轻松笑语 大家都像得到比金箔还要贵重的赏赐一般 他在判案时也从不流露私人情感 公正严明 只就法律论断 因此几乎没人敢犯法 后来不动声色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形容人欲事不张扬的冷静态度 如水浒传第八六回 送将见这三路军兵 竟接退了 大区送军人马奔来夺取幽州 不动声色一鼓而收 今天学会不动声色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得要领 典故说明 要和领是指衣服的腰部和领子 比喻事物的重点 实际里记载 汉武帝时匈奴攻破西域的月之国 还将月之王的头颅拿来当酒器 自己的任务 后来找到机会逃往大渊国 大渊王素文汉帝国的富强 见到张迁非常高兴 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张迁便将欲通使月之 却受阻于匈奴的事告诉大渊王 并承诺若能帮忙抵达月之国 汉事必定有丰厚的赏赐 大渊王欣然同意 张迁便在大渊的护送下 经由康居来到了月之 月之王被匈奴杀害后 月之人离开故乡 向西逃到大厦国附近 逐渐安定下来 那里土地丰饶 民生安乐 十几年过去后 月之人已没有报复匈奴的念头了 张迁又从月之到了大厦 希望借由大厦得到与月之合作的机会 却仍无法达成目标 在那里待了一年多也没有进展 只好达到回府 在回城的路上 又被匈奴俘虏 滞留了一年多后 适逢禅于过世 匈奴国内情况混乱 张迁才找到机会 带着妻子及一名部下逃回国 文中不得月之要领 即是指张迁达到与月之结盟的目的 后来不得要领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只无法掌握要点或主旨 要领本来只要领 后来转读为重要之要 遂读四身 今天学会不得要领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进而走 典故说明 据《韩诗外传》卷六记载 春秋时 有一天敬国的国君敬平工搭船游乐 在玩得开心之余感叹说 要如何能招的闲事 与他们共度这良辰美景呢 这时 划船的船夫何须听到后 趁机跪下回答说 得不到闲事 是因大王您不爱好他们啊 您看海里的宝珠 山里的美玉都没有脚 您却能拥有他们 这是因为您喜爱他们啊 而闲事有脚却不到您身边来 这完全是因为您不喜欢他们 也难怪您会有招不到闲事的感叹 静平工惊讶地说 我怎么会不爱好闲事呢 我们下的时刻有好几千人呢 何须解释说 大鸟翼展翅可以飞越千里 靠的就是它的两只翅膀 而身上的毛少一点 多一点都不影响飞行 今天大王您那么多的时刻中 应有人才在其中 但您有重用他们吗 这就是说静平工用的人 虽多但却没有适才适用 后来不静而走这句成语 就从何须话里的无足而至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事物不用推广 也能迅速传播 今天学会不静而走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速之客 典故说明 不速之客这句成语的意思是 不经邀请自己出现的客人 出自于一经虚卦 虚卦是一经六十四卦之一 重卦的组合是干下砍上 干代表阳 象征正面 光明之镜 砍代表水 象征显南之镜 下卦的阳气上身挺镜 但是因为上欲显南之镜 有所阻碍 所以需要等待 以判转机来临 虚卦的虚就是等待的意思 从相应的位置来看 上卦最上面的阴摇 上六 相应于下卦的最上面的阳摇 九三 而这个阳摇又带动了底下的两个阳摇 所以上六的摇词说 入鱼血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镜之中即陷入鱼血 表示困难到极点 不速之客指的就是下卦的三个阳摇 虽然上六处于极艰难的境况 但是不断有阳气从下挺镜 不照自来 只要不去排斥 恭敬相待 这些阳气中将成为解除上六困境的助力 等到最后必然能获得圆满吉祥的结局 后来从这里摘出不速之客一语 半只没有邀请就自己来的客人 今天学会不速之客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胜美举 典故说明 不胜美举原作不可美举 美是计算物品的单位 相当于个美举即是一个各地列举出来 宋代王茂在也刻从书中追溯一些俗语的可能来源 王茂举出古书中的相关资料 类似的说法很多 实在无法一一举出 也就是不可美举 后来不胜美举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只是物太多 不能一一举出 不胜美举较早的书正如清钱大兴 十架摘养心路卷七亿文字脱漏 而诵人传述不见于智者又负不胜美举 今天学会不胜美举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寒而栗 典故说明 不寒而栗原作不寒而栗 据史记卷122库利列传义众 在义众是西汉武帝时的一个官吏 他执法严厉 杀人无数 被司马迁列为库利 义众的姐姐是个医生 她治好了太后的病 得到太后的宠幸 义众也从此踏上仕途 因为义众执法不讲情面 替朝廷铲除了不少地方势力 所以获得赏识 官运一帆风顺 义众担任南洋太守时 都为宁臣掌握关税大权 所以为所欲为 没人敢得罪他 义众知道宁臣的恶行后 就决定从此人开始好好整治南洋 宁臣也知道义众的手段强硬 不想得罪他 于是在义众上任之时 带领众人在路旁恭敬的迎接 义众知道宁臣只是想要拉拢自己 就对他不理不睬 上任之后 义众着手收集宁臣犯罪的证据 逮捕宁臣将他家的人全部杀掉 财产也充公 致使当地的两大富豪恐是何报是 害怕自己的罪行也被义众揭发 吓得搬离了南洋 后来义众又身为定香太守 该地治安不好 所以义众移到定香 先将牢中两百多名囚犯改判死刑 又将曾前往探监的亲友也抓起来 说这些人企图为犯人开脱全部处死 一天之内就处死了四百多人 定香的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即使天气并不冷 竟都害怕的发抖起来 后来不寒而栗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内心恐惧极致 今天学会不寒而栗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凿编辑 典故说明 不凿编辑原子传在水中央 四边都靠布勒岸 此语见于水浒传 在水浒传第十八十九回描述了 曹盖等人投靠梁山坡之石末 曹盖出生于父户 原在各小村庄担任村长 仗义书才 专爱结识天下好汉 凡来投靠者 不论好歹尽皆留住 婴儿与留堂 吴用等人成了之交好友 后来曹盖伙同吴用等七人 在黄泥刚犯了结案 被官府通弃 幸而有当时尚未官职的宋江通风报信 曹盖等人才能顺利逃脱 并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 投奔到梁山坡 众官兵追到梁山坡附近 领兵的何涛见这湖上 竟是茫茫荡荡的芦苇 于是先浅数人画着小船前往探路 没想到这些人就此一去不回 何涛在四边都不早暗的地方等着 时间一久变起了疑心 于是决定亲自带兵前去查看 布料中了埋伏 双耳都被割掉 在描述这段故事的文字中 在此不早编辑 怎身奈何止的是身在那四边都不着暗的湖泊里 不知该如何是好 后来不早编辑演变为成语 多被用来比喻言论空泛或想法不切实际 今天学会不早编辑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知可否 典故说明 不知可否就是对事情的是非对错 不表示可或否 北宋汪早在魏尚书礼部侍郎魏夫敏所撰写的木志明中 以及为公生前曾向皇帝建言 直成朝政紊乱的原因 就在于大臣们 唯恐诗人主之意 故于正式无所可否 只重成为了怕违背皇帝的心意 对于任何正式都不表示意见 以至于不管对错都放任行之 终于招致灾祸 其中无所可否的意思 就是只没说可以 也没说不可以 表示没有意见的样子 后来不知可否这句成语 可能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不表示任何意见 今天学会不知可否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学无术 典故说明 不学无术原作不学王术 王是无的通假字 这句成语出自于 汉书卷六八霍光今日低传霍光 霍光是汉武帝时的一位大将军 非常受到汉武帝的信任 武帝临终时将仅八岁的太子托给他 并封他为大司马大将军 希望他能辅佐太子成为一位好皇帝 霍光受了武帝之托 尽心尽力辅佐和昭帝 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就在霍光认为自己不负先帝之托 圆满完成任务之时 昭帝却在二十一岁时突然得病去世 霍光只好在和大臣商议 立武帝的孙子昌义王刘鹤为皇帝 没想到刘鹤放纵无道 霍光只得建议皇太后费了刘鹤 另立武帝的曾孙刘巡卫帝 即为汉宣帝 宣帝即位后 霍光的妻子基于私利 想把女儿嫁给宣帝位后 便设计独死原历的皇后 后来东窗事发 霍光的妻子眼见事情即将败露 只好将实情告诉丈夫 霍光听了虽然大为震惊 但还是隐瞒下来 霍光死后 有人将此事密告皇帝 霍光的妻子便意图谋反 被朝廷派兵围捕 或是族人因此被诛杀殆尽 班固在汉书 李评论霍光 说他对汉室的功劳 虽然比古代的贤臣周公 依隐还要大 但是不学王术 未能精通书中的道理 用不适当的方法处理事情 所以隐瞒妻子的阴谋 并立了女儿为后 终于导致灭门的结局 不学无数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原用以止不知言习经典 并从中获取经验与知识 以致行为处事有所偏颇或错误 后则范只仍未经学习 而没有学问才干 今天学会不学无数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谋而合 典故说明 不谋而合原作不谋儿童 建于汉书卷义零零续转上 班彪是班故的父亲 为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 汉末王莽篡汉 天下大乱 二十余岁的班彪避难于天水 依附于反对新莽的韦霄 并借机对他小以大义 希望他能归附汉氏 有一次 韦霄问班彪 以前周王朝崩毁 战国群雄并起 天下分裂 历经好几代才又归于统一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知先生您认为 天下将由谁来统一 班彪便回答道 汉氏之所以衰亡 是因为陈帝当年过度 借重外妻势力处理国阵 让王氏家族掌握大权 接下来哀 平二帝在位时间又短 所以才会让王莽有机可乘 但王莽虽然取得政权 却没有获得民心 天下百姓其实无不盼望 能脱离其统治 十几年来 人心思变 群雄并起 各处好汉未事先商量 就都已恢复汉世未号召 从这里应该可以明显看出 未来将会是谁统一天下 班彪的这段话 其实就是告诉 韦霄天下人是属于 汉王朝 况且各路豪杰 贤称流氏 不谋而同辞 这样的形式也是 韦霄所不能阻挡的 后来不谋而合 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只是先为经商量 而意见 行为却一致 出现不谋而合的书正如 敬甘宝 搜神迹 卷二 二人之言 不谋而合即用以描述 有二人各自传述其所见之实 子刚灵异现象 两人并不相识 但所说的内容却相吻合 甘宝借以强调此说的真实性 今天学会不谋而合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辨书卖 典故说明 书就是豆子 卖则是麦子 两者都是很普通的浓作物 而且形状完全不同 极容易分辨 如果一个人连豆子 麦子都无法分辨 就是形容这个人非常无知 连基本的尝试都没有 这句成语出自 所传承公18年 当时晋国发生战争 贵族大夫兰叔 忠行眼为了争夺政权 先杀了受到立功亲信的虚同 然后又杀了立功 立香公的曾孙周子 为国君 是为晋道公 周子十年才14岁 根本无法亲政 且有年长的哥哥 但丸叔等人为了掌握政权 把周子当成傀儡 就称赞周子十分聪明 并诋毁他的哥哥 说他十分无知 连豆子和麦子都没办法分辨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做国君呢 后来不变书麦 这句成语被用来形容人愚昧无知 易用来比喻缺乏常识或判断能力 今天学会不变熟麦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遗余力 典故说明 据战国策照策三 在战国末年 秦国攻打赵国 于长平一役大败赵军 秦军归国后 秦王派人前往赵国 要求哥让六个陈池 作为讲和的条件 赵王不知是否该答应 犹豫不决 便与陈子于清 楼缓商议 楼缓认为赵王应该割地求和 但于清却认为万万不可 他问赵王 大王您看秦国攻打赵国后收兵 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您 赵王说 秦国竭力攻打我国 如今收兵必定是因为疲倦的缘故于清 接着说 秦国不能完全攻下我国 因兵卷而归 大王您如幼江城持奉上 那不是帮助秦国来攻打自己吗 如果以后秦国又来攻打 大王您恐怕连自救的力量都没有了 楼缓听后 持相反的意见说 如果连这六个小城都不愿意割让 难道要等秦国再来攻打 再割让更多的土地吗 赵王听了问说 如果我听你的割地 你能保证秦国将来不会再来攻打吗 楼缓也不能保证 话传到于清那里后 他又再度觐见赵王 并说楼缓记不能保证 那割地又有什么用 现在割让了六个小城 等到秦国再来攻 又要割地 这样下去不是自寻死路吗 只会让秦国更强 赵国更弱罢了 如果真要割地 不如用五个城池去贿赂 秦国的头号大敌齐国 立下盟约和立功勤 这样不但不会便宜了秦国 还可以和别国结盟 成功之后也能从秦国纳 要回我们割给齐国的土地 赵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便派于清去向齐王游说 战国策赵策三 中继载这段故事 其中一段秦之功 我也不遗于立以 即是这句成语的由来 一世一流的意思 不遗于立是指一点力量都不会留下 竭尽权力之意 后来不遗于立就被用来形容竭尽权力 毫无保留 今天学会不遗于立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遗而非 典故说明 不遗而非 原作无遗而非 据管子界 记载春秋时 齐国国君齐桓公有年春天打算去东海边出游 再转往南边 消息传出后 有人便说桓公这次出游 有如古代贤王初询桓公听了十分不解 便请教大臣管仲这话是什么意思 管仲说 古代贤王春天初询是为了体恤民情 视察农事是否顺利 这关乎国家的名声大忌 而不是为了游玩 如果为了游玩而劳民伤财 必定会引起民怨 导致灭亡 桓公听了一纸点头称是 管仲又劝谏桓公说 他贵为君王所说的话传播速度很快 即使没有翅膀也会一下子飞到千里之外 告诫他一定要谨言慎行 后来不翼而飞 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比喻消息言论等不呆推广便迅速传播 后来则多于比喻物品无故遗失 今天学会不翼而飞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识之无 典故说明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写给有人的信中 说到自己六七个月大时 即能辨别之无二字 后识便已知 无比喻及浅显易懂的字 如略识之无 粗识之无 稍识之无 谨识之无等 都只是字不多 学问不高之意 而不识之无则用来比喻不识字 或毫无学问 今天学会不识之无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是台举 典故说明 不是台举的台举 是指别人对自己的看重和礼遇 不是台举是用来指责人不接受或不自知别人的礼遇优待 建用于西游记 第六四回 这一回中提到唐三藏和徒弟们在西去求经的路上 经过一条布满荆棘的路来到一座古庙前 一阵风吹起忽然出现了一位老者 把唐三藏带到一座石屋前 向他说明来意 因为夜晚风轻月季 特请唐三藏来会有谈诗 接着又出现了三位老者 各有称号 对待唐三藏也非常礼遇 邀请他进入石屋饮茶饮诗 然后这五人就着诗心 相合起来了 过了许久 有两个亲衣女同提着一对灯笼 后引着一位仙女 仙女手上转动着一只杏花 笑盈盈地走进门 这位仙女原来是姓仙 容貌美丽 仪态端庄 因听闻有加克在此 也来一起吟诗 他并且对唐三藏表达爱慕之意 一旁四位老者也都愿意作美 成就这份姻缘 但唐三藏一听 脸色批变 大声数落 他们共同设此美人计要来陷害他 四老一看唐三藏生气 都不再多说了 此时四老的赤身使者 却暴跳如雷地指责唐三藏 说他不是台举 竟然不接受大家的美意 这个姓仙长的漂亮 有才华 别说那些女工方面的事 就他先前所赢的那段诗 就足以匹配得过 极力要促成他俩 这时唐三藏已经大惊失色 但任凭他们怎么胡乱谈论着 就是坚持而不屈从 幸而稍后唐三藏的弟子们 已经找寻到此 这时那四老与赤身使者 以及仙女 女童都消失不见了 唐三藏也因此得救 后来不是台举被用来指责人 不接受或不自知别人的礼遇优待 今天学会不是台举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不是实物 典故说明 据后汉书卷三六镇范城 甲张列传张霸 在东汉的张霸是一个很有才学的文人 他七岁时就能通晓 春秋 博文强记 学问过人 又能孝顺父母 呆人谦和 在当时的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名声 因此张霸被举为孝莲 屡获申迁 最后成为适中 当时政权落入外妻邓氏手中 虎奔钟郎邓智是邓皇后的哥哥 地位显赫 有权有势 是众人巴结讨好的对象 邓智听说了张霸的良好声明 便想要与他结交 来提升自己的名望 但是张霸对邓智没有好感 总是设法避开邓智 对他不理不睬 因此很多人都嘲笑张霸不知变通 以致失去一个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 后来不是实物被用来比喻 不知利用时运以求通达 也用来形容不了解眼前状况的鱼鲁态度 今天学会不是实物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比比揭示 典故说明 张仪是战国时代有名的谋士 战国策琴策以礼记载他游说 秦惠王向秦王分析当时的国际情势 提出自己的连横政策 以打破六国合纵之约 进而统一天下 他认为六国普遍国库空虚 赏罚不明 以致军民到了战场上 看到敌人都四处逃散 然后怪罪人民不能效忠 其实这都是制度上的不公 赏罚不明确所造成的 而秦国制度完备 信赏必罚 人民文战顿足涂涕 范白刃 岛威探 断死于前者比是也 意味人民都勇于赴死 为国家效命 不怕刀枪火炭 断然战死沙场之人比比是也 因此秦国有实力并吞六国 只要政策得当 就用比肩来表示很多 后来比比皆是这个成语 就从比是也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到处都是 今天学会比比皆是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包藏祸心 典故说明 据左传昭公元年 在春秋时期 正国是个小国 想和大国楚国保持良好关系 于是正国大夫公孙断 便将女儿许配给 楚国公子为 但楚国其实想利用这个机会 进入正国首都 把正国灭掉 所以当天公子为率领 一大队楚国士兵前往 正国大夫子产觉的情况不对 便派子宇前去阻止楚国进城 子宇说 我们的城池太小了 容不下那么多人 就在城外举行婚礼吧 但楚人以为如此不合理法 坚持要进城 自愈只好直接了当的说 我们国家狭小并不是罪国 但若依赖大国而一点防范之心都没有 那就是罪国了 我们本来希望联姻后 可以靠大国的力量安定自己 你们恐怕只是包藏祸心 前来算计我们吧 楚人知道他们的诡计早被看穿 只好放弃原有的计划 但为了保持颜面人坚持进城赢取 答应不携带武器 正国这才放行 后来子宇话中的包藏祸心演变为成语 就用来比喻怀藏诡计 图谋害人 今天学会包藏祸心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包罗万象 典故说明 包罗万象是指包含各种事物 形容丰富多样 与僧罗万象一词同意 万象即是指各式各样的事物 包罗万象或许出自皇帝宅经序 《皇帝宅经》是古代风水学的书籍 讲述阴阳宅位的风水译理 其书续的作者在文中提到 当今流传不少宅经 教世人宅位风水之学 这些书的主旨虽大同小异 但每本所阐述的颇多不同 若不便揽则无以会通 有不少人笃信风水 在一知半解之下 死守禁忌 房子盖好也不敢住 实在可惜 这些知识包罗万象 内容广泛 包括日月 乾坤 寒暑 慈雄 昼夜 阴阳等各方面 人每天都会接触到 又是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一定要好好利用 所以作者除了作序外 还写了一篇总论 描述这本书的基本理论 让读者容易入门 包罗万象这句成语 被用来形容内容丰富 应有尽有 今天学会包罗万象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半斤八两 典故说明 斤两都是计算重量的单位 宋志以十六两位一斤 半斤就等于八两 所以用半斤八两来比喻两者相等 彼此一样 在宋代的戏曲以键使用 如张邪状元 李一个粗状的镜角和一个滑稽的丑爵位 前起了真执 居中调停的末角 就说两人半斤八两 一样无礼 宋元戏文集一王直 一交句 我古灵 算半斤八两称 而称者不成不轻 意思是两人一样轻巧娇美 可见此为当时常用的俗语 后来半斤八两就被用来比喻 彼此相当 不相上下 今天学会半斤八两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半推半就 典故说明 就一顺顺从的意思 半推半就一词出自元朝王石府的西乡记 后来多见于明清小说之中 如二客拍案惊奇 进花园 故事里 透过红娘的居中帮忙 崔英英和张君瑞得以在夜里无人时私会西相防 两人在房中互诉钟情时 崔英英在半推半就之下 让张君瑞吻了她的腮夹 这里的半推半就是用来形容崔英英当时的心情 意指她心中早已同意 但表面上却不答应 表现出推辞 害羞的情态 后来半推半就被用来形容假意推辞的样子 今天学会半推半就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半途而废 典故说明 半途而废原作半途而废 半途是半路的意思 集中到中途 半途而废是指半路就停下来而不再前进 整句成语引申为事情没能持续下去就停止的意思 这个成语出自 李济中庸 孔子认为君子遵循正道而行 假如半途而废 而他是绝不能中途停止的 充分显露出对圣人得行的项目 半途而废就用来比喻做事情有始无终 今天学会半途而废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半路出家 典故说明 半路是指一直从事某种事情 中途突然改变初中 所以叫半路出家是指剃度未森迷 半路出家则是指原本并无此意 中途才改变心意出家 比起原本集出家者 到行自然较浅 所以半路出家不仅有中途转业改行的意思 也有比较不太专业的意思 例如 《经本通俗小说错展催明》中 就用了此语 《经本通俗小说》一般认为是南宋时代说话人的画本 而其中的错展催明 可说是宋代话本中著名的公案小说 冯梦龙将其收入 省事横眼中 并更改题目 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获》 故事是一春冤案 警惕为官者不可律意审案 随便用刑 导致错杀无辜 南宋高宗时 有位官人刘贵 祖上原本家境不错 传到他手中 却因为时运不济 陷入穷困 后来他觉得读书无用 中途改行做生意 但是就好像半路出家一般 从商对他来说 更加不适合 于是没多久就亏损本钱了 他向丈人借了十五贯钱 准备东山再起 而且将妻子王室留在娘家 待重新开张再将他接回 回家途中他喝了些酒 敲门许久 小妾成二姐才来开门 一来因为有些酒意 二来怪他开门太慢 于是开玩笑的说 已将他卖给了人家 得了十五贯钱 陈二姐姓已未争 心想应该先回家告诉父母 于是带刘贵睡着后 趁夜收拾包袱启程 途中遇到刚从城里卖了 丝绸药回家的青年催眠 正好同路 于是二人结伴同行 不料 当夜刘贵家中遭窃 小偷不仅拿了那十五贯钱 情急之下更杀了刘贵 天明之后 左灵右舍发现 赶紧追回陈二姐和崔宁 官府查办时 因为崔宁身上刚好有贩卖 丝绸所得的款项十五贯钱 误认是二人谋杀了刘贵 因此去打成招 处以死刑 半路出家这个成语 就用来比喻中途转业改行 易用来指成年后才出家 魏森魏尼 今天学会半路出家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本末倒置 典故说明 本末倒置的本就是根本的意思 末是枝节末端的意思 所以这句成语的意思 就是把根本的事忽略了 反而注重细为末端 较不重要的事 李济大学 李有一句话说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已就是在说明 做一件事情 掌握本末忠实 先后次序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因为一般人 往往会有误本为末 道末为本的书诗 所以就有本末倒置的说法 较早的书正是 宋代大儒朱熙 写给他的朋友 吕伯公的信 就提到 所所现以本末倒置之病 名者以先误其诗 等于 信中谈的就是 先后次序颠倒的事情 另外一位宋代大儒 陆久冤在 与曾敬之 信中也提到 有其本 必有其末 为文有本圣 而末不冒者 若本末倒置 则所谓文艺可知已 大意是说 事情都有本有末 没听过跟本壮胜 而之节末端不冒胜的事 陆久冤的话 更明白的表现出 本末倒置的意思 清代王厂所写的 新修周学之计 说到 当奉教化 宣之于名 然非知智之神 则亦为常不 本末倒置 意思是说为证者 若不知 宣扬教化于名 则常会 本末倒置 失掉了应有的判断 从这些例子 可以知道 本末倒置 是句常用的成语 本末倒置 这句成语 当就从 大学 文艺演变而出 比喻不知 事情的轻重缓急 今天学会 本末倒置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白云苍狗 典故说明 白云苍狗原作 白衣苍狗 鉴于唐代杜甫 可探诗 这首可探诗 是杜甫 感叹朋友 王继友的遭遇而写的 王继友 唐和男人 虽然家里贫困 以卖鞋卫生 但仍好学不倦 便懒群疏 而他的妻子 却因为受不了 穷困的生活 和他离婚 后来他获得 里面的赏试 做了官 杜甫这首诗 第一段的意思是 天上漂浮的云 原本像一件 洁净的白衣服 转眼间就变成 灰狗的模样 从古至今 人世上各种 奇怪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里面有二句 天上浮云如白衣 思虚改变如苍狗 演变成白云苍狗 这句成语 用来比喻 世事变幻无常 出现白云苍狗的 书震如清姚奈 会居四诗 白云苍狗 成环感 也到空灵世子家 今天学会 白云苍狗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白居过细 典故说明 白居过细的居指的是两码 巨码 细则是狭小的缝隙 白居过细则指巨码快速奔持过 从狭小的缝隙中看去 仅能见到白光一闪而逝 此语见于 庄子之北游 庄子说 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居之过细 忽然而以其中细通细 整句话则是感叹人停留在天地间的时间如此短暂 生命消逝之急速 就像白居那样快速奔持过狭小缝隙 但令有人以为 庄子画中的白居指的是白色的居影 也就是日影 白居过细则是指白色的日影移动迅速 从缝隙中一闪而逝 其实无论白居是白色骏码 或是白色日影 整个词语的比喻译都是相同的 后来白居过细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时间过得很快 例如在《三国演义》第107回中 蜀汉名将将为曾说 人生如白居过细 似此千言岁月 何日恢复中原乎 将为跟随诸葛亮北伐四次 以一统中原为置业 此话中便表达出他的急切 似乎唯恐时间过得太快 置业未尽而生先死 后来在《金平梅词画》第二回中一有 白居过细日月穿梭 才见梅开蜡底又早天气回扬 同样是用白居过细来说时光流逝 时令变迁之急速 今天学会白居过细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白头偕老 典故说明 白头偕老系由白头及偕老二语组合而成 白头是出自乐府古词 白头银 二手之一 内容是说夫妻二人原本相爱 后来丈夫变心 妻子便写了这首诗 与之决绝 诗中提到希望能有一个真心相待的人 可以共同生活 直到白头永不相离 写老则是出自诗经正风女约基民 诗歌内容是写一对夫妻欢乐美好的家庭生活 两人十分相爱 并且是约相守到白头 后来这两个点原被合用成白头写老 用来形容夫妻恩爱到老 现今这个成语多用为祝贺新婚的贺词 也常用作白头到老 今天学会白头写老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冰箫瓦解 典故说明 冰箫瓦解原作瓦解兵盼 三国时曹操要攻打孙吾 文书官成林便替曹操写了一篇深讨孙权的文章 以增加曹军的气势 文章中提到汉朝初年的七国之乱 当时汉高祖刘邦分封刘姓子弟为王诸侯国各自为政 屡次与中央抗衡 景帝时招错建议削弱诸侯的势力 被皇帝接纳 因而引起各诸侯王的不满 吾王刘碧碎联合其他六个诸侯王起兵叛乱 一时间声势浩大 颇有威胁中央的气势 景帝派太尉周雅夫领军评乱 没有多久 这七国的军队就瓦解了 为首的吾王刘碧也遭到杀害 原本的七国大军根本无法抵挡汉军 因为他们都是乌合之种 成林便用这事件来比喻曹军的气势 有如当时的汉氏天威证人 各路人马都无法与之抗衡 文章中用瓦解兵叛也就是像瓦一样破碎 像兵一样融化来形容七国军队的崩溃瓦解 后来冰箫瓦解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比喻崩溃分裂 后意用于比喻问题完全解决 今天学会冰箫瓦解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百折不挠 典故说明 东汉的乔玄是一位性情刚正 极恶如仇的人 他曾揭发成国乡扬昌的恶行 将贪赃王法的部署上规令皇府争处死 并上书林地坛和太宗 带俘盖身搜刮民财的罪行 有一次他的小儿子被一群强盗绑架 借此勒索 守备杨求得到消息 立刻派出官兵救援 虽然他们将强盗团团围住 但是因为害怕强盗伤害乔玄的儿子 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乔玄知道了 非常生气的说 强盗目无法记 怎么可以为了我的儿子而纵放呢 于是催促官兵赶快动手 后来强盗被逮捕了 但他的小儿子也被强盗杀害 由于乔玄敢于挺身与恶势力对抗 即受当时的人敬重 后来蔡雍为他写杯 称赞他有百折不挠 林大杰而不可夺之风 这里的百折不挠 演变成一句成语 用来比喻人的意志刚强 即使受到许多挫折 人不屈服 今天学会百折不挠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百步穿扬 典故说明 苏利是战国谋士 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 即将带兵攻打魏国都成大梁 就对周王说 白起曾经打败了韩、魏、赵等国 并且杀害魏国将领 攻占了许多土地 现在他又要出兵攻打大梁 大梁一旦被攻下 周王氏就会面临危险 您应该想办法阻止 于是建议周王派人 前往秦国去对白起说 以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游击的人 善于射箭 在距离柳树一百步的地方射击 射出一百支箭 每一箭都能射中柳叶 一旁观看的人都夸赞射得很好 但是有一个路过的人 却说的确射得很好 但是可以再教导他射箭的方法 养游击听了 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 你却说可以教导我 那你为何不代替我射那柳叶呢 那个人说我不能教导你伸左臂 屈右臂的射箭本领 但是你今天射柳叶百发百中 却不善于休息 等一下疲倦了 一箭也射不忠 就会前功尽弃就像你现在打败了许多国家 取得许多徒弟功劳很大 又即将要出兵经过周王室的所在的去攻打魏国 如果这一仗不能取得胜利 就会前功尽弃了 所以你还是假装生病 不要出兵的好 后来百步穿扬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射箭技术高超或射击技艺高强 今天学会百步穿扬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百发百中 典故说明 据战国策西周策在苏利是战国时谋士 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百起即将带兵攻打魏国都城大梁 就对周王说 百起曾经打败了韩、魏、赵等国 并且杀害魏国将领 攻占了许多徒弟 现在他又要出兵攻打大梁 大梁一旦被攻下 周王室就会面临危险 您应该想办法阻止 于是建议周王派人前往秦国去对白起说 以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游击的人 善于射箭 在距离柳树一百步的地方射击 射出一百支箭 每一箭都能射中柳叶 一旁观看的人都夸赞射得很好 但是有一个路过的人 却说的确射得很好 但是可以再教导他射箭的方法养游击听了 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 你却说可以教导我 那你为何不代替我射那柳叶呢 那个人说我不能教导你身左臂 屈右臂的射箭本领 但是你今天射柳叶百八百钟 却不善于休息 等一下疲倦了 一箭也射不忠 就会前功尽弃 就像你现在打败了许多国家 取得许多徒弟 功劳很大 又即将要出兵 经过周王室的所在的去攻打魏国 如果这一仗不能取得胜利 就会前功尽弃了 所以你还是假装生病 不要出兵的好 后来战国策 原文的百八百重成为一句成语 用来形容涉及技术高超 绝无虚发 或形容料事 用技 施药等相当准确 今天学会百八百重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百文不如一件 典故说明 百文不如一件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 听别人述说千百遍 不如亲眼看一次来的真确 典元出自 汉书卷六九赵冲国 新庆祭传赵冲国 赵冲国是五帝识破匈奴的大将军 宣帝十枪人入侵边疆 攻城夺得杀害利明 宣帝召集群臣记忆 赵冲国自告奋勇 表示愿意带兵抗敌 宣帝问他需要带多少兵马 赵冲国说 百文不如一件 军情在遥远的地方是很难揣测的 我愿意亲自到西北边境去看看 然后拟好作战计划 再向陛下报告 赵冲国到了边境仔细考察后 拟定了驻兵囤守 整治边境 分化枪人的策略 不久西北边境终于安定 今天学会摆文不如一件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百战百胜 典故说明 百战百胜意味打一百次仗就胜一百次 指每战必胜 所向无敌 这个成语出自管自七法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被奉为法家之祖 他主张国富兵强的理论 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的建树 他辅佐其还公治国 完成霸业 使其还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还公尊为重负 七法 此篇以论兵为核心 是全书中一篇重要的军事论文 详述了有系统的军事思想 其中提到以重即寡 以智即乱 以富即贫 以能即不能 以较促练是极区重白途 故实战实胜 百战百胜意思就是说 如果能用多数去进攻少数 用治国去进攻乱国 用富国去进攻穷国 用贤能的将帅去进攻无能的将帅 用训练有素的士兵去进攻 未经训练的士族 这样一定能够打十场仗就赢十次 打一百次仗就剩一百次 后来百战百胜被用来形容善于作战 所向无敌 在孙子谋攻 也可看到这个成语 内容则是叙述 孙子提出谋攻 以谋略方法作战 运用政治或外交的方法 来使敌人屈服 而不使用武力战 因为他认为 百战百胜 还不是最高明的 如果能不必打战 就能使敌人降服 才是最高明的 今天学会百战百胜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伯仲之间 典故说明 三国时 魏文帝曹丕有一篇相当著名的文章 点论论文 阐述读书人魏文应有的态度 他认为一般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的作品 所以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说自古文人相亲 并以汉代的复义和班固为例 东汉章第十 班固和复义同为蓝台使令一起负责书籍的典校工作 曹丕认为这两人的文才不相上下 但班固看不起复义 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 复义因为会写文章而得到这个职务 但他一下笔就没完没了 不知节制文人常会这样以自己的长处来攻击别人的缺点 事实上没有人是通财能掌握各种文体 所以每个人各有各的特色 应该要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才对 曹丕在文中以称兄弟排行的伯仲 来表示班固与复义的文才相当 有如兄弟一般差距不大 后来伯仲之间被用来形容人才能相当不相上下 今天学会伯仲之间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兵部写任 典故说明 寻旷 西元前三亿三前两百三十八 战国十兆人 未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 学说本于孔子 著书数万言 主张理智而唱信恶之说 韩非 李斯君为其学生 后世尊称为寻亲 寻子 有一天 寻子的弟子陈骁问寻子说 先生论兵 常以仁义为本 具有人心的人是爱人的 行义的人是遵循道理的 那还用兵干什么呢 世界上所以有战争的原因 就是为了争夺啊 寻子回答说 具有人心的人自闭爱人 因为他爱人 所以厌恨所爱的人被别人伤害 行义的人自闭遵循正道行事 因为他遵循正道 所以厌恨别人把正道搅乱 战争是用来劲爆除害的 不是用来争夺的 所以人人之兵 所到之处就有如实与下降 没有人不欢喜的 顾瑶伐欢都 顺伐有苗 与伐贡公 汤伐有下 文王伐崇 武王伐咒 都是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 所以近处的人爱他们的善行 远处的人仰慕他们的得意 兵不写任 即以降伏敌人了 后来兵不写任被用来 只尚未实际交战 即以征服了敌人 或用来比喻轻易得胜 今天学会兵不写任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兵不厌诈 典故说明 春秋时 靖文公打算出兵攻打楚国 在开战前他召见就范 询问以少敌众的办法 就范以反李君子 不厌忠信 战争之嫌 不厌诈为来回答靖文公 这句话的大意是 讲求李的君子 要求自己尽量的忠厚诚信 但用兵打仗时 不排斥以欺诈的方法来取得胜利 文公在以相同的问题询问拥记 拥记认为 烧毁山林以猎取野兽 是不留于地的诈取异空 用欺骗的方式对待百姓 只能骗得一时的信任 文公加许拥记的见解 却采用就范的建议与楚人战而得胜 事后 班师回朝 封关受绝食 将拥记的功劳列在就范之上 群臣不解 文公解释说 你们有所不知 就范所言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拥记之言才是永久的利益啊 后来兵不厌诈这句 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只作战时不排斥 以欺诈的方法来取胜 易用来比喻做事 为了达到目的 不排斥使用诡诈的手段 今天学会兵不厌诈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兵荒马乱 典故说明 兵荒马乱形容战争所造成动荡不安的混乱景象 此处荒和乱都是指混乱的景象 荒或未荒自知假借 所以兵荒马乱就是兵荒马乱 战乱时候正是兵士荒芒 战马杂乱 另外 荒本来有凶年的意思 如饥荒 所以兵荒也可以解释 为战争所造成的灾害 出现这句成语较早的文献 如元代吴明氏 吴童叶 第四者写到牛上书 提到震旦 女主角一向收留在暗幅中 为女也是天数 不然那兵荒马乱 定遭驱备掳 指的就是战乱景象 不过在宋代复工 谢普卷下兵镇 有一条资料 说吴俗有虾荒泻乱之语 盖取其被兼职锐 遂或暴致 则乡人用以为兵镇 也意思是说吴的有虾荒泻乱的俗语 如果忽然间涌现大量的虾蟹 当地人会把这种情形当成兵灾的征兆 兵镇就是兵灾的征兆 这条资料讲的虽然不是兵荒马乱 但是也许有所相关 所以附在这里做参考 后来兵荒马乱可能就是出自此处 用来形容战争所造成的混乱景象 今天学会兵荒马乱 诚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诚语说诚语 一分钟好诚语 冰联霍节 典故说明 据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在王莽窜汉初期 匈奴因不服而发难 王莽为了树立威信 打算以三十万人 三百天份的粮食 讨伐匈奴 将军言由尚书劝谏说 匈奴危害中国 从周朝 秦朝 一直到汉朝 已经很久了 汉武帝讨伐匈奴 战争灾祸连续不断 拖延了三十余年 造成国力疲好 匈奴才因此受到惩治而心生畏惧 如今天下才刚底定 名利尚未恢复 如果现在还要开战 实在是不堪负荷 后来原文中的兵连祸节 被摘出成一句成语 用来指战争持续不断 灾祸接连而来 今天学会兵连祸节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别出心才 典故说明 别出心才 原作别出心才 指令出心的设计谋划 建用于名理智 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 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 主要是在说明 忠义水浒传全书 一书的大义和要旨 作者认为除了文字之外 加上生动的图画 更能让读者体会 故事情节和人物情态 这种方法别出心才 读出巧思 不同留俗 不被旧有的张回小说的格式局限 或是特别标示在回幕外 或是放在回幕中 选拔特出的情节来画 不以数量取胜 到了清代圆梅 记齐方博书 则作别出心才 云将此本删去大半 只存其字者议论 别出心才者大义是说 圆梅送上他撰写的 随缘随笔 给齐方博 希望齐方博看过后 给予建议及指教 他会再自行增删 或是请钱心梅等人帮忙 叫定检阅 只留下自己读出巧思 不同留俗的议论 后来别出心才就用来形容读出巧思 不同留俗 今天学会别出心才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别有天地 玷污说明 天地指境界 境地 在诗中 诗人被问到为什么在壁山驻足停留 诗人笑了笑没有回答 只觉得心中安静闲逝 看着凋零的桃花 顺着流水无声无息幽静逝去 这样秀丽的景象 引人入胜 后来别有天地被用来形容风景秀丽 引人入胜 亦用来指令有一番境界 如唐代牛森如 玄怪鹿卷三张佐 记载 一日君曹觉的耳中有车马申 才躺到床上 就看到两个童子驾着牛车 从他的耳中拾出 并自称来自都玄国 君曹就问都玄国在那 童子回答在他的耳内 君曹不信 于是童子让君曹看他的耳朵 一看乃别有天地 另有一番境界 今天学会别有天地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别开声免 典故说明 丹青原指挥画时所用的颜料 在这里带指挥画 影 一种乐服师的体材 这首 丹青影赠曹将军霸 诗 写的是圣唐时期著名画家曹霸的一生传记 曹霸善于画马 义工肖像 所作神采栩栩如生 开元年间 他受到唐玄宗的赏识 奉命重新描绘 丹烟格里的功臣肖像 果真一下笔变使原本已经吞色的面貌变得鲜明 生动 后来别开声面 这句成语就从诗中下笔开声面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另外开创新的局面 风格 形式 今天学会别开声面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步步为营 典故说明 步步为营是指军队前进 每一段落 及设立据点 以防敌人攻击 步步就是每一步 强调小心谨慎的态度 这句成语原本是种用兵之法 可以在三国演绎 第七一回看到例子 这一回的情节写到 魏国与蜀国彼此交战数次 互有胜败 在一次战役中 蜀军派皇中及法阵驻守于天荡山 打算攻取定军山 且刘备亲自领兵 预攻下汉中 而曹军方面 则派了夏侯渊 张和应战 曹操也亲自出兵 征讨刘备 在皇中合法阵屯兵 于定军山口时 数次向夏侯渊挑战 但夏侯渊一直坚守不出 有一天 士兵通报皇中 说曹兵下山来挑衅 皇中欲出兵迎战 部将成诗则自告奋勇 愿意出兵抵挡 于是成诗领兵出山口 与曹兵夏侯上交战 没多久 夏侯上诈败而逃 成诗继续追讨 到半路时 忽然被山上丢下的木头 石块打伤 军队无法前进 正想撤兵时 夏侯渊突然从后头带兵出现 以致成诗无法抵挡 就被夏侯渊给俘虏了 这时 有人将成诗被擒的消息通报皇中 皇中赶紧合法阵商议 法阵认为夏侯渊为人轻浮急躁 平视者胆量 但却没什么谋略 不妨借此激励士兵 拔营后出发 步步为营 每前进一城 就建立一个营垒 严防敌人攻击 以此引诱夏侯渊出战 设法勤抓他 这是便被动为主动的做法 于是皇中就照法阵的建议进行 果然 夏侯渊听闻消息 就要出兵应战 但张和却劝阻他 认为这是敌方的计谋 千万不能出战 夏侯渊急欲建功 不听从张和的建议 命令夏侯上引兵出战 皇中与夏侯上交锋 夏侯上败仗 被皇中抓回了寨中 后来步步为营就用来比喻行动谨慎 防备周全 今天学会步步为营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并驾齐驱 典故说明 南朝文人留邪的《文心雕龙》 一书主要在论述文章的体制 以及文学原流、原理、批评方法等 对后世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有很深远的影响 其中 附会一篇阐述文章结构 要首尾一贯 文艺要紧密充实的写作道理 说明写文章必须先构思文章的架构 因为文章并没有固定的格式规范 写作时的思绪也是变化多端 如果一开始不先做好全面的安排 文艺一定会相当混乱 也就不可能写出好的文章 所以一定要先认识文章的条理 流邪用驾驭马车来比喻构思的重要性 四母毅力 而六配如情 并驾齐驱 而一股捅福 意思是说 这就有如四匹马拉车 每匹马的力道不一 但将神如能操作的像琴弦一样和谐的话 四匹马就能骑头并进 车骨也能控制好轮幅 让车子快速前进 并驾齐驱就是直接摘字典元的一个成语 被用来比喻彼此实力相当不分宣制 今天学会并驾齐驱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抱残首缺 典故说明 抱残首缺原作保残首缺 刘欣自子骏 为汉代学者继副业 整理六一群书 编程七略 对荆棘目录学剧卓越贡献 为中国目录学之史 哀碧时 刘欣建议古文经传立于学官 博士 朝成反对 于是他制书太常博士 极力陈述自己的主张说 几经朝代新叠 战火洗礼 导致现经流传的经文内容残缺脱落 错误很多 我朝开朝以来陆续发现如 古文上书 易礼 佐世春秋 等用古文写的经书 应该以古文为根据 改正经文的错误 如果还想顾手残破不全的经文 怀着害怕蒙受个人损失的私心 没有服从真理和勇于改正的功心 或是因为妒忌不去考究真相 只知附和他人 随口议论是非 难道不可悲吗 后来报残手缺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顾手就有事物或思想 而不知改进变通 今天学会报残手缺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抱头鼠窜 典故说明 抱头鼠窜原作凤头鼠窜 秦末 楚汉相争时 韩信受刘邦之命攻其大获全胜 刘邦封韩信为其王 要韩信继续晋级储君 这时 宽通劝韩信趁刘邦和项羽 征战的时候 脱离刘邦 自立为王 韩信回答说 刘邦一向对我非常好 我怎能忘恩负义呢 宽通说可是当年长山王被围剧路时 曾派张衍 城市前往城安军处求救 为或亲力相助 以至于两人反目 后来圣而相互攻伐 最后长山王被打的狼狈而逃 只好杀掉项英 捧着他的头 改头靠汉王 可见就算是文景之交的亲密好友都靠不住 你如果以为刘邦绝对不会害你 那你就错了 典元中的凤头鼠窜 本来是捧着献敌之头 狼狈而逃的意思 后来凤头转位抱头 指的是抱着自己的头 抱头鼠窜 这句成语就用来形容急忙逃走的狼狈样子 今天学会抱头鼠窜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抱心就果 典故说明 据战国策位策三 记载战国时期七雄各自称霸一方 后秦孝公应重用商鞅 变法图治 国势转为强大 秦王一直想将其他六国并吞 统一天下 所以不断的向各国出兵征伐 魏国在华阳之战被秦军打败 魏国派断干子为代表 打算割地与秦国讲和 但是孙晨认为不妥 对魏王说 那些臣子怂恿您割地给秦国 是要用割地的方式讨好秦国 不要入侵魏国 但这个做法对贪婪的秦国是行不通的 拿土地去讨好秦国 就有如抱着木材去救国 木材没烧光前 火是不会熄灭的 您的土地有限 秦国的欲望却无限 总有一天魏国的土地会被秦国并吞的 魏王虽然觉得孙晨说的很有道理 但还是担心秦国不悦 人就割地讨好秦国 最后终于还是被秦国并吞了 后来暴心救火 从原文中的暴心而救火也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用错方法而致祸害加深 今天学会暴心救火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悲公蛇隐 典故说明 东汉时有一年的夏至 应称请下属杜轩喝酒 悬挂在北壁上的公正好投印在酒杯里 看起来就像是酒杯里有条蛇 杜轩勉强喝下后便感到肚子不适 回家后食欲不振身体日渐瘦弱 怎么都医治不好 后来英称来探视便问他身体不适的原因 杜轩说是那天喝下酒杯里的蛇所造成的结果 英称回官府后想了又想一回头看见了壁上的公 这才发现杜轩所说的蛇原来是公投印在酒杯里的影子 于是英称再度请杜轩到府里喝酒 并让杜轩坐在当初的位子上 同时向他证明了杯里的蛇只是墙壁上的公影 而杜轩的病也因此不要而喻 后来这个故事被浓缩成悲公蛇影 用来比喻为不存在的事情网自经与恐惧 今天学会悲公蛇影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杯水车星 典故说明 杯水车星就是只拿着一杯水 却想要去消灭一车子星柴所燃烧的火 这句成语的点源从孟子的一段话而来 在《孟子告子上》里面 记载了孟子说过这么一段话 人的力量很大 他可以像水消灭火一样去消灭不人的事 但是当金行人的人并没有真正全心全意去做 力量当然就小了 就好像只拿一杯水 却想要灭掉一车子星柴所烧起来的火 怎么可能办得到 于是不但消灭不了不人的事物 反而助长他们的气焰 最后还会弄到自己被灭亡 孟子这段话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些为善的人 只注意到善民 并没有真心诚意要去行善 于是对于不善的事情 就会说 我也尽到行善的一份心了 但是因为社会上坏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本来善绝对可以胜恶 邪绝难胜正 但是假如社会上充斥了太多虚服的善 善就会微弱到只剩一杯水的力量 邪恶的势力当然会越来越大 最后是不是就会反过来 把善的势力给取代了呢 由此看来 孟子飞水车星的比喻是很具警惕意义的 后来这句成语多用来比喻力量太小 无济于事 今天学会飞水车星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悲盘狼藉 典故说明 实际滑稽列传 记载了纯于坤 他是战国时代其国人 口才很好 善于辩论 经常用一些英语劝粉君王 既不会得罪君王 又能让君王乐于接受 其威王虽很有才能 可惜日夜沉迷于酒色 有一次威王在后宫摆设酒宴 照纯于坤前来参加 威王问先生的酒量如何 纯于坤回答 我啊喝一斗会醉 喝一旦也会醉 威王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斗跟一旦差了十倍 就问他是什么原因 纯于坤回答说 如果我在大王面前饮酒 各位官员在旁 那我心中充满戒胜恐惧 只要喝一斗酒就会醉了 如果是朋友之间喝酒 互行酒令娱乐 那么就算饮八斗酒也不醉 如果宴饮之后 桌上杯盘散乱 旁上烛火熄灭 主人送走其他客人 只留我一人 松解上衣 微微闻到主人身上传来的香气 这使我的心情最快乐 可以喝一旦酒 由此可见 酒喝多了就会乱性 太过意乐就会深杯 这个道理无论何事皆同 所以凡事不可做到极致 否则就会导致衰败 其王听出了纯于坤话中的意思 知道他又在趁机劝谏 就听从纯于坤的建议 不再沉迷于酒色 实际 原文中的杯盘狼藉 后来多倍用来形容酒席完毕 杯盘散乱的情形 今天学会杯盘狼藉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被水一战 典故说明 被水一战原作被水城 战国时梁慧王问魏辽子说 我听说皇帝有行德之说 靠他可以百战百胜 有这回事吗 魏辽子说 不是这样的 皇帝的行德之说 是指用武力讨伐敌人 用文德治理天下 和国军所要追求的流年方位无关 假设今天有一座城池 用什么方法都公布下来 如果按阴阳五行 难道没有任何及时事 是一攻城的吗 其实这座城会无法攻破 完全是因为他的防护兼顾 城内兵器完备 粮食物资充足 又有豪杰之人同心协力的固守 如果不是这样 城就很容易攻下了 这样看来 要找良城即日不如多花心思 在行动策略上 天官 中层说 被靠着水不震 等于是把部队置于死地 面对着山坡百镇 简直是自费兵力 但想当初武王罚咒时 就是背着祭水 面对木野山坡列镇 以二万多人的兵力 去迎战咒王的数十万大军 那咒王不是得了 天官 书中的正式之力 必胜无疑吗 但是后来武王仍然打赢这场仗 灭了商朝 所以能百战百胜 并不在于选对良城即日 而完全是人的努力 这里提到了被水城 也就是被水不震的意思 可能就是后来被水移战 这句成语的出处 用来比喻抱着必死的决心 奋战取胜 今天学会被水移战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被盗而迟 典故说明 白居易自乐天 唐夏归人 文章精切 由公司作品 平易近人 老欲能解 是新岳府运动的倡导者 唐县宗元和年间 撰写 策林 七十五篇 纵论天下大事 对社会政治各项 重大问题提出治理方案 本篇是献给当时宰相议论正式的奏状 其中写到 自玄宗开元以来 宰相听取人民新生的德政 已经渐渐衰微 很少人能够做到 从德宗真元之后 这项美德更是衰微 连知道的人都很少了 此外 形势和古代施政完全相反 例如 古时候的宰相言行举止都正值不阿 以挽救为王颠覆的局势为己任 今日的宰相则是形势敏捷 言语谦恭 只求全身而退 远离灾祸 后来背道而驰 这句成语也许就是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彼此的目标或理想完全相反 今天学会背道而驰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捕风捉影 典故说明 捕风捉影原作戏风补警 汉成帝晚年迷信鬼神 又因没有子嗣 许多人向成帝上书谈论祭祀鬼神或神仙之道 因此都轻而易举地得到高官后路 成帝听信他们的话 在长安郊外的上林院举行祭祀 祈求上天赐福 花费大量的金钱 但却没有什么应验 后来光路大夫古勇尚上书给汉成帝说那些方式大谈神仙鬼怪 宣扬祭祀的方法又说世上有仙人吃了不死的仙药就能长生不老 说得好像真的一样其实不过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像要付住风捉住影子一样什么也不会得到希望皇上不要再让那些方式的胡言乱语影响您了 汉成帝听了古勇的话后觉得很有道理 便接受了他的劝谏 后来捕风捉影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所作之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今天学会捕风捉影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班门弄服 典故说明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朋友王伟兄弟出生于书香世家富有文采 两人前来经诗未闻柳宗元为他们的唱和诗作写序赞美他们有如三国时的音渠 阴阳及南朝时陆基陆云两对兄弟写出音律玄妙内容精美的诗句 并自认所写的序文是在行家面前献丑 有如在善于公益的鲁班引将前耍弄斧头 后来班门弄服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时 不自量力 今天学会班门弄服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病入膏肓 典故说明 春秋时晋国锦宫做梦 梦见恶鬼来向他讨命 之后就生病了 并重拾向秦国求良医 于是秦桓公派医生缓前来为锦宫治病 在缓还没到达之前 锦宫梦见疾病化成两个小孩 其中一个说 缓是个良医 我怕会受到伤害 要逃到哪里才好 另一个就说 只要躲到心脏下 横隔膜上的部位 他就奈何不了我们等缓到了晋国 诊试过锦宫的病情 说 病已经侵入心脏和横隔膜之间的部位 不管服用药物或是针灸 药力都无法到达 所以这个病是治不好了果真 仅供没多久就过世了 后来这个故事浓缩成病入膏肓 用来指人病重 无药可救 亦用于比喻人 是一道无可挽回的程度 今天学会病入膏肓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必走自珍 典故说明 据东关汉纪卷一光武帝纪 在新蒙拜王之后 光武帝刘秀即位继承汉朝天下 这时公孙树也在属自立为王 由于屡次招降不成 因此光武帝就派吴汉率军攻打公孙树 光武帝12年11月 吴汉的军队攻到成都城门下 公孙树不敌 被刺伤 扶着车子退回军营 当晚就过世了 隔天其手下部将即向吴汉投降 吴汉却下令诸杀公孙树的妻子儿女 将他的首级传送回洛阳 并且放纵士兵在城中烧杀掳掠 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 下诏谴责吴汉 当时吴汉的傅江流宇也对他说 成都城里的老弱妇如数以万计 一旦放任士兵纵火抢夺 后果将不堪设想 光是听到就让人鼻酸 在一般人家里尽管是残破不堪的扫帚 也会当作价值千金的宝物来珍惜 何况他们都是我大汉的子民 你怎么忍心这么做 古籍中也记载 春秋时人情稀巴 因为不忍心看母路伤心 于是偷偷放走主人列德的小路 结果主人知道后很生气的把他赶走 战国为江乐阳攻打中山国时 正好他的儿子在中山国 中山国君就杀了他儿子 并做成肉羹送给他 为了向魏文侯表示自己的忠心 他吃下肉羹 由这二个故事来看 谁比较仁慈呢 如果放纵兵是胡作非位 那就失去斩杀将领 抚慰百姓的人意之心了 后来毕丑自贞这句成语 就从流语化中加油毕丑 想知千金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东西虽不好 却因为是自己所拥有 故非常珍视 今天学会毕丑自贞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碧月修花 典故说明 碧月修花系由碧月及修花二语组合而成 碧月是出自三国魏曹植 落神父 仿佛熄若青云之碧月 飘摇熄若流风之回雪 形容落神美好的姿态 像是被青云掩蔽的月亮 也像是随风飘摇 回旋的落雪 曼妙无比 修花是出自唐李白 西施 施 秀色眼睛骨 荷花修寓言 形容西施美丽的容貌 冠绝古今 连荷花都自觉不如而感到羞愧 后来这两个词语被合用成碧月修花 用来形容女子容貌十分较好 今天学会碧月修花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博古通经 典故说明 博古通经原作博古之经 博通都有见识广大的意思 一个人如果对于古经知识都能通晓 学问自然十分渊博 孔子嘉宇卷三观洲 中继载者孔子曾对弟子南宫禁书称赞老子 说老子的学问渊博 通晓古经 又明白李乐的源流演变 明白道德的道理 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 便要弟子驾车 前往拜访老子 向他请教李乐之事 后来博古通经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人学问渊博 通晓古经 今天学会博古通经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闭门造居 典故说明 闭门造居是说关起门来 按照一定的规格在家里制造车子 原用来比喻依循着一定的原则形式 可见于佛教经典祖堂集 祖堂集是一部禅宗史录 上述古代七佛 下至南唐各禅宗宗师及其讲法经要 共录256佛祖禅师 其中第二灵卷中讲述了成佛的必要条件 佛教中有一佛二菩萨的说法 一佛代表的是存于自信中的佛身 二菩萨代表的是欲证成佛身所需的条件 就其代表人物来说 一佛是释迦牟尼佛 二菩萨分别指文书菩萨和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代表智慧 普贤菩萨代表修行 透过智慧开悟后 还需勤于修行 才能使本就存有的佛性透显出来 为正成佛身时 即为三者未能融合 此时一佛二菩萨似乎是三个个体 当正成佛身时 三者则合为一体 欲修行者 必须先了解这个道理 然后顺应因缘来修行 如此便能与佛祖最初的修行相应合 这就好像虽然关起门在家制造车子 但因为依循者一定的规则 所以成品能完全符合殷形的轨迹 闭门造居 这句成语在这里原是用来比喻 依循者一定的原则形式 后则转用于比喻 凡是只凭主观办事 不问是否切合实际 今天学会闭门造居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悲天闽人 典故说明 唐德宗时 有个叫杨成的人担任建议大夫 主司归建天子的职务 他学问很好 保读诗书 却不常发言 当时与他同朝位官的韩裕看不过去 认为以他的学识 应该多给予皇帝意见 做好建官的职务 于是写了 《真诚论》 这篇文章 基本杨成没有尽到职责 杨成当时看了并不以为意 但后来大臣裴严林诬陷忠良 陆志等人遭到罢处 杨成便上书指责裴严林 论述他的罪状 替陆志等人申诉 并极力阻止得宗任命裴严林位相 由此看来 韩裕的这篇文章应当发挥了功效 《真诚论》 整篇文章采设问法 假设有人问关于杨成的问题 韩裕再一一解答 表述自己对杨成的看法 杨成和一般官员不同 他高中进士后 反而隐居在中条山 不出来做官 很多人仰慕他的学问与情操 前来从他求学 后来才被得宗赵魏建议代夫 韩裕就在文章中假设有人问 杨成不是自愿要做官的 他不发言也是谨守本分 何必这么苛责他 韩裕回答 自古以来 圣贤之人都不是为了 获取名利与权势而做官 而是忧虑时局的动荡 哀怜百姓的疾苦 学得了智识之道 不肯独善其身 总想利用所学 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 如果杨成是个贤人的话 就应该知道现在时事的困顿 为百姓所受的苦难而哀伤 然后尽自己所能去完成改善时局的职责 怎么可以只顾过自己的安逸生活呢 后来文中的为天命而悲人穷 演变成悲天命人这句成语 只忧伤时局多变 哀怜百姓极苦 今天学会悲天命人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逼上梁山 典故说明 梁山 在山东省寿章 运成 东平三线境内 相传为落难英雄据益处 宋关 水浒传 书中所写的众多好汉大都因为受到官府 恶霸的逼迫 不得已而上梁山造反 而典元取的是 林冲雪叶上梁山的故事 林冲原本是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 只因太位高求的干儿子高崖内 看上他的妻子 就设计陷害他下狱 使得一个美满家庭破碎 在把他赐配仓周后 又两次派人取他性命 逼得他走投无路 指得上梁山落草为寇 后来这个故事被浓缩成逼上梁山 用来比喻被迫走上绝路 而做出自己不想做或不应做的事 今天学会逼上梁山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兵至如归 典故说明 据左传湘工三十一年 在春秋时 郑国大夫子产随同郑伯出访晋国 那时郑指鲁湘工去世 靖侯以此为借口不接见他们 子产便插人将使馆的外墙拆掉 把车马物品安置进去 晋国大夫是文博之道后 赶紧跑来劝阻说 我国为防盗贼 保护宾客的安全 才建造了这座使馆 还特地把外墙加高 增厚 让来访的诸侯使臣无后顾之忧 如今您破坏它 虽然您的仆从可以保护您 但别国的宾客要怎么办 我国为各诸侯的盟主 为了接待诸侯使臣而建造 这座坚固的使馆 如果一直有人破坏它 我国要如何是好 因此我国君差遣 我来问您这么做的原因 子产回答说 我们正国是各小国 家在几个大国之间 时有纷扰 没什么安宁的日子可过 所以按时来进贡财物 到了这里 为或接见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贵国国君 不敢直接将贡品送进贵国国库 放在这里 又怕因日晒雨林而损坏 到时恐怕会得罪贵国 我听说禁闻工作盟主时 住的是矮小的宫室 使馆却建造得像宫殿般宽敞 舒适 车库满房都整修得相当完善 道路也平整顺畅 诸侯使臣一来到 就在亭中点起照明的火炬 随时有人查询戒备 车马有地方安顿 还有仆义宫插浅 坐车按时保养 奴仆百官也尽忠职守 尽心照料前来的宾客 让他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适 不用担心灾祸盗贼 如今贵国连别宫都那么宽广 而诸侯住的地方连车马都容不下 又有高墙隔离 又怕盗匪肆虐 风雨损坏贡品 如不破坏外墙把东西运进来 您要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能顺利进贡 我们会把墙修好再走 不怕辛苦 因为能容许我们这么做 也是贵国国君的恩惠啊 是文伯回去向静侯禀告 静侯自知理亏 向子产道歉 并热情招待正伯后送他们回国 还下令重建使馆 后来左传文中的兵至如归 就用来形容主人招待亲切周到 使客人如同回到家里一样感到舒适满意 今天学会宾至如归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拨乱反正 典故说明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修订 而成的一本史书 所记起自鲁影公元年 终于鲁埃公十四年 共二百四十二年 内容主要记载春秋时代 各诸侯国间聘问 会蒙 战争等政治事件 也有关于日食 水灾 大汉等自然现象 孔子作此书 开私人修史之先 但并不存为记载史事 而是将个人褒贬巧妙的寄托于 以词用字间 以切耀的言论 呈显对政治及社会问题的看法 春秋时代 各国分立 功法与征战从未停止 孔子及春秋 强烈表达他对周王室的尊奉 以及大义统的主张 所以春秋三传之一的 宫阳传 中便有一段话 君子何谓为春秋 波乱是 反朱正 莫敬朱 春秋 意思是说 孔子作春秋 为的是扭转乱事 使政治社会回归于正道 就此来看 没有比春秋 更能切合毅力的了 后来波乱反正 被用来指扭转乱象 归于正道 今天学会波乱反正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报复缝合 典故说明 报复缝合当是一句早在先情就已流行的成语 在《易经太挂》的谣词就有缝合的说法 在《诗经正风大书于田》也见到报复 而在《诗经小雅小明》和《伦语树儿》中更见到报复和缝合的联用 报复是指徒手与胡斗 和凶猛的老虎搏斗 本应借用器械 现在为显现自己的勇猛 所以丢开器械徒手而上 要渡过大河 本来应借舟船而渡 如今为表现自己的厉害 所以丢开舟船 直接涉水而过 报复者 很容易被虎所伤 缝合者 很容易被水所溺 这都是与勇的行为 也是危险的行为 所以《诗经小雅小明》 说不敢报复 不敢缝合 表示知道危险 知道危险还要去做 那是有勇无谋的愚蠢行为 所以《论语树儿》 篇中 子禄在孔子面前表示自己能领三军 勇往直前 子禄是孔门弟子中性情最冲动的人 因此孔子机会教育说他向报复缝合 死而无悔的人 孔子欣赏的是能临世懂得戒慎 想出最妥善因应办法的人 从这里知道报复缝 虎义语早在先秦时代 即已流行 用来比喻人做事有勇无谋 今天学会报复缝和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报田天物 典故说明 商朝末年 咒王帝新对内统治手段残暴 对外连年征战用兵 导致商朝政治腐败 社会动荡 而当时商的西方蜀国周 在位者为武王激发 他任用贤士旅上 周公等 国势非常强盛 于是起兵伐咒 书经武成 偏记载了武王在征讨商咒前 祭告天地的一段话 他说 我周王激发将征伐商 因为今日的商军咒暴虐无道 任意遭踏鸟兽草木等自然界生物 又残害科虐百姓 不但使自己成为逃亡罪犯的头领 更使商朝成义成了罪犯集中躲藏的潮窟 我获得了治世人人的协助 所以敢敬奉天意 前去遏制祸乱 最后商周决战于牧野 咒王惨败 自焚而死 商朝灭亡 书经原文中的抱舔天物 原指咒王任意糟踏自然界的生物 后来演变为成语 用来比喻糟踏物力 不知珍惜 今天学会抱舔天物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暴跳如雷 典故说明 古诗为娇仲卿妻作 是汉代文学史上最长的叙事诗 作者已不可考 当为东汉建安时的作品 内容是寄述娇仲卿 与其妻留兰之的故事 据诗前序言 两人的婚姻因仲卿母阻挠 仲卿不得不休期 兰芝返回娘家 本历世绝不改嫁 待仲卿有朝一日迎回她 却因家人不断逼迫 只好投水自尽 仲卿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在庭院中上吊以训情 这样的结局 其实兰芝早有预言 当被遣送回娘家 临别之际就对丈夫说 我会一直感念着你对我的情真意志 希望你不久后就会来接我回去 对于我们之间的誓约 你当如巨石一般坚定不移 我也将如蒲尾一般柔软却坚韧 可是我家里有性情爆裂的父亲和兄长 恐怕不会让我称心如意 他们必定会不断地折磨我 果不其然 兰芝回家后先是受到母亲的谴责 当有人上门提亲时 大家便逼他改嫁 结果这一对苦恋的男女 终究只能走上死亡意图 在死后才得以合葬 达成生死相依的期许 众亲与兰芝的婚姻悲剧 表达出青年男女争取爱情 和美满婚姻的愿望 引发读者无限的同情 诗中有我有亲父兄 性情爆如雷二句 后来爆跳如雷这个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本用以形容脾气暴躁 现在则多用来形容人 急怒时跳脚吼叫的样子 今天学会爆跳如雷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编长莫及 典故说明 据左传宣公十五年 在春秋时储庄王派申周初始齐国 初始路上要经过宋国 按照各国相交的礼节 要路过那一国 必须得到该国的允许 但储庄王仗着国力强盛 要申周不用通知宋国 直接过去救世 申周说 如果不先告知就硬闯 宋国人可能会杀了我 储庄王说 宋国要是敢杀了你 我就派兵攻打他们 这种没把宋国放在眼里的做法 果然激怒了宋国 于是把申周杀了 储庄王听到申周被杀的消息 气得立即发兵攻打宋国 将宋国的兜成团团围住 双方相持了几个月 储君还是没有取胜 第二年春天 宋国派代夫勒英骑到晋国求援 晋警攻召集大臣商议 准备出兵援救 代夫伯宗劝祖说 宋国发生危难 基于道义 我们是应该答应出兵相救 但古人曾说 马鞭虽长 但也无法打到马赴目前 楚国正受到上天保佑 是国势最盛的时候 晋国虽然强大 能违反天意吗 俗话说 高高低低 都在心里江河湖泊中有污泥浊水 山林草丛中藏有毒虫猛兽 洁白的美玉中隐藏斑痕 忍受一点耻辱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您还是忍一忍吧 目前暂不出兵 等楚国国势衰退以后再说吧 静静恭听了伯宗这一段话后 于是停止发兵 后来编长莫及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力量有所不及 今天学会编长莫及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编辟入礼 典故说明 编辟入礼原作编辟敬礼 陈昊 西元10321085 自博纯 昊明道先生 北宋洛阳人 是宋代著名的礼学家和教育家 与其地成一和称二成 为礼学落派之宗师 陈昊着重身体力行的功夫 不只是立身处事和修身养性 做学问也是如此 只要自我鞭策 从自己身上下功夫 才能求得真正的学问 这样的道理就如同 《论语子章》中所说 一个人如果能够对自己立身处事的道理 加以审问和慎思 那自然一切的行为 也都能够符合人的规范 而无时无刻不为人了 陈昊的这段话见载于 二成集河南成是遗书卷一一失序 后来编辟入礼 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只研究学问要自我鞭策 深入惊为之处 亦用来形容评论见解深刻透彻 出现编辟入礼的书正如清盛宣怀 至张相率寒 此时之有则沉诸到编辟入礼 时事求是 勿寻情面 勿脱空言 或渴望有其色 今天学会编辟入礼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变本加厉 典故说明 文选 是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 亦称昭明文选 全书共三十卷 文分三十八类 凡七百余篇 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选入自先情治南朝梁的诗文词赋 不选经 此史书亦仅略选踪积词彩 错笔文华的赞论 叙述 文选序 是萧统编完 文选 后所写的序 典元所录是序文的第一段 其内容略位 远观上古时候 明风朴实 尚未有文章的创作 等到福西是统治天下 开始画八卦 创造文字 文章才因此产生 一经 说 观察天文 可以了解四十的变化 而观察人文 则可以叫画天下 可见文章的时代意义 是非常深远的 车辆的制造 一开始只有简陋的追轮车 后来才出现较高级的大路车 但是大路车 已不像追轮车那般的质谱 积水成冰 但是当初的水却没有 后来的冰那般寒凉 这些都是在既有的基础上 加以改变发展 才显得更加完美 事物的演变是如此 文章也是一样 由质谱发展到华美 其中的变化是无法完全详细去了解的 后来原文中的变起本 而加力演变成变本加力 这句成语 意思转用来指示情改变原有的状况 而显得更加严重 今天学会变本加力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标新立异 典故说明 庄子一书是战国时庄周所传 近代的向秀曾经替庄子做注 可惜还没完成就死了 郭向接替他完成注释的工作 同时其也有很多著名学者研究 逍遥游 但没有人的见解可以超越他们 直到知道林的出现 根据 试说心语文学 记载 知道林曾经和逢怀在白马寺谈天 席中聊到 庄子逍遥游 知道林对逍遥游 这篇的见解新奇独到 不但标心理而且立意义 不仅超越了向秀和郭向两人 更是那些著名学者探索追求不及的 同样在 试说心语文学 中另有一篇则载 孙兴功对王羲之称赞 知道林说 知道林拔心领意 胸怀所及 乃自家王羲之刚开始不以为 呆轻耳听闻之道林论 逍遥游 果然一听就不想离开 试说心语 这两篇原文中的标心理 立意义 即拔心领意 后来演变成标心立意这句成语 用来形容创立新奇的明目或主张 以表示与众不同 今天学会标心立意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 一分钟好成语 避重就轻 典故说明 唐代玄宗尊重如数 优理如成 在为其间言聘章说诸成编定了 唐六点 此书分立 护礼 兵 行 宫等六个部分 被载唐代的各项制度 公布 为古代负责营造工作的官署 唐六点 中对公布的工匠有不得引巧不拙 避重就轻的规定 意思就是 在执行任务时 不可刻意避开较繁重的工作 专简轻松容易的去做 后来避重就轻 被用来比喻避开艰难繁重的工作 而选择轻松容易的 易用于比喻避开主要的问题 而只谈些无关紧要的事 今天学会避重就轻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